火箭队未雨绸缪的小提前世约队内的超级第六人戈登 戈登出色的发挥完全征服了火箭球迷 世约是众望所归 拥有他以为招替五轮会不知亏 会帮助球队拉开比分差距 让灯泡组合得到充足的休息时间 让德安东尼拥有更多进攻阵容的选择 期待他在进后赛的表现 火箭希望同戈登达成一份去约合同 上赛季他场均18加3加2 并代表球队拿下过最佳第六人和三分王 火箭最多能给他三年5470万 加上现有合同就是五年8200万 关键的是戈登的战术地位也很高 通常情况下在哈登下场休息的时候 戈登便扛起德班的大旗 冲击对方防线 甚至毫不夸张的说 戈登也是火箭队和星球员之一 戈登是在一月到一期赛季加盟火箭 当时签下4年5300万美元的合同 在火箭的这两年 戈登表现可以说是异常出色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剃图身份出战 可他这两年场均能得到17.1分 尤其是上赛季 戈登代表火箭队出战69场比赛 其中有39场替补出战 场均31.2分钟 能得到18分2.5篮板2.2助攻 而到了季后赛 戈登场均能得到15.4分2.6篮板1.6助攻 他的得分在火箭队仅次于哈登与保罗 排在第三的位置 戈登在任何球队都是首发实力 但在德安东尼的安排之下 他打起了第六人 这个是德安东尼的战术需要 他的版本席上 可以带动第二阵容的发挥 将球队的替补效率提高 戈登就是火箭第二阵容的哈登 而在上赛季保罗加盲球队之后 戈登更是成为能分差几之一 当哈登和保罗在场的时候 保罗组织 哈登进攻 而戈登则可以顶替保罗 让哈登全心全意组织 或者是顶替哈登 让保罗在原有的位置上 继续保持输出 准备 有词